可是我也不知道 夫人到銀行櫃台換錢 不過怎麼也沒想到 鈔票全是假的 還引來袁靜上前關注 我是整理 整理跟我搬家嘛 要丟一支吧 先生的口袋是會有 袁靜詢問鈔票來源 夫人心急如焚 就怕說不清楚 自己會惹上麻煩 我們從前 我老公是做生意 那可能有收到 就是這樣的錢 因為我也看不懂 我以為是舊鈔 原來新北市這名夫人 日前在整理過失丈夫遺物 意外在皮夾內 發現了五千元的收尾錢 在五號下午三點多 拿著千元舊鈔 到台灣銀行板橋分行 更換新鈔 沒想到行員一掃發現 這全是假的 因為外觀都有點舊了 加上下個月就要過年 因此拿到銀行 想兌換成新鈔 拿著過失丈夫的收尾錢 想換新鈔過年 不過其實在民間 收尾錢可是有很多用法 普通還是都收藏著 沒得去用 王者留下的收尾錢 通常會放入彌豆 或是鎖進衣櫃 來保佑後代子孫 要是揮霍亂花 對往生者是相當不尊重 先人留給子孫 一個紀念 光他要給平安發財 是一個象徵性的吉祥 收尾錢能庇佑子孫 不過為了拿來花用 而熱上架超麻煩 現在不只錢全沒了 還得吃上行責 記者阿公 亞麥 陳芷芳 吳采薰 蘇宜環 行北花蓮 採訪報導 請教掌